上集兰斯洛特跟贵尼维亚分别后 回到住处的贵尼维亚遇见了某人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敌意 但贵尼维亚早知道此人的来意 他就是破西瓦尔的爸爸伊隆西德 前来带走亚瑟王的妻子的 伊隆西德疑惑既然知道他是谁 那贵尼维亚怎么没有逃走 贵尼维亚解释他当然想不逃走 但反抗命运的话是有代价的 此时的兰斯洛特察觉到 预言中希望被夺走的含义 贵尼维亚也猜到兰斯洛特回来找他 于是透过读心书来道别 贵尼维亚要他不要自责 不久的未来两人还会相见呢 兰斯洛特虽然有所察觉 但也为时已晚 感到石贵尼维亚已经被带走了 时间来到夜晚 破西瓦尔等人收到了新衣服 这里又可以看出那希恩对自己的身体有所隐瞒 大家换上了新衣服都相当的满意 都是量身定做的 而且都缝上特殊的图案 蛇的图案代表着友情的证明 此时崔斯坦小队也走过来 他们也换上了新衣 不过有点好奇 崔斯坦的右鞋有何含义 安嘲讽他们衣服虽然比较统一 但也没啥特色 破西瓦尔好奇兰斯洛特跟高文是不是也有新衣服 崔斯坦解释蓝斯洛特应该没有 毕竟他的衣服没坏 至于高文 他也有新衣没错 换上新衣的高文 去见了国王一面 刚好梅里奥达斯 也想跟高文聊聊 没想到高文的新衣 融合了马林跟艾斯卡诺的风格 梅里奥达斯看到有些吃惊 究竟是谁帮高文设计衣服的 虽然品味有些奇怪 但这衣服的性能是相当不错的 高文来的目的是想问 梅里奥达斯真的相信他吗 高文可是来自敌方阵营 还是亚瑟王的外甥女 梅里奥达斯觉得这问题不必回答 高文随意就好 这让高文有些无语 这国王是怎么当的 然而梅里奥达斯其实早有调查 得知高文的喜好 那就是高文相当喜欢吃布丁 于是拿出了一桶布丁 想来讨好高文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布丁居然是国王亲手做的 就算再怎么喜欢吃布丁 只要是 出自梅里奥达斯的料理 没有人吃了不会出事的 下回第八十九话 四骑士出动 四骑士终于要一起旅行了 他们首要目的地 会是哪里呢 于是 这鹿住几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